哈囉 大家早安 大家早安 我今天這麼早開播居然還有人來耶 大家不累嗎 謝謝阿華送我的 早安 收集情報謝謝阿華 謝謝獅獅幫的收集情報 哈囉大家早安 我第一次這麼早直播 居然還有人來 謝謝 哈囉 探視冰淳 謝謝思源分享的直播間 我以為這時間大家還在睡覺 結果你們居然來了 哈囉 小白 早安 早安 太空生物平衡床 大家早安 對啊 今天很早耶 你們想睡覺嗎現在 大家現在眠目已嗎 看完平衡就要工作 今天也是蠻早起的 今天是真的是早安耶 不是五安 是真的早安 五點八點 早上好 大家早安 你們好 我以為早上會沒有什麼人 結果你們真的有起來耶 五點就起床了 哈囉 Chimmy 老了 早上七點就自己醒來 其實我也是那種可以蠻早醒來的 就是如果我要睡到自然醒 我也大概是八九點 欸 九點就會起來的那種 謝謝AHA的真情告白 我也是沒有辦法睡到十二點的人 我通常都九點就起床 要上班不得不起 對 也要圓 現在是大家準備要上班的時間吧 謝謝楊潔分享的直播間 這麼早居然還起來看 你們很厲害耶 辛苦你們了 嗯哼 品寒吃早餐了嗎 我吃 剛吃飽 早餐 今天不是早餐 是真的是早餐 謝謝 雙燕跟Chimmy分享直播間 大學生應該可以 沒有啊 可是我平常 我上學期的課 都是早上的課 還是得早上起來 大概八點 今天早上的消息吧 雷姆 雷 雜 雜 比姆 雷姆 你好 早上好 來放個音樂吧 你要放哪一首好呢 好 隨便放一首 讓大家清醒 我現在早晨是不是蠻適合 廣播形式的直播 不知道怎麼樣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早上直播 來準備個有點像 成間廣播的那種 謝謝金釀送了 偷偷喜歡你 聽他那口紅顏色好看 謝謝 今天是 珊瑚 橘 廣播好像很不錯 如果下次還有機會 早上直播 來準備個廣播 廣播節目好了 可是廣播節目早上都是在播什麼啊 我應該要去聽聽看 那個一般的廣播節目早上是在播什麼 是不是放音樂 然後有給大家call out之類的嗎 請問你想要送給誰一首歌之類的 報告 今日天氣日報給抽況嗎 不過一天日 一天韻式好像不錯耶 可以耶 我下次早上直播來個一天韻式 就是我去查所有星座的一天韻式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好像挺好的耶 哈囉元忠你好 謝謝阿華的建議 我寫起來寫起來 一週韻式蠻好 然後幸運色怎麼樣 謝謝桃瓦溝送我 讓Live會員水票 謝謝桃瓦溝 謝謝桃瓦溝 謝謝你 原來不是要報路況 早上好元忠 HERRY早安 要不要現在可以查 可以阿 今天幸運色大概是百分 那我來幫大家查一週韻式怎麼樣 是不是 那個今日韻式 我來查每個星座哈 今天是早安廣播台 品寒Good morning 亂群 謝謝阿華的羅 什麼人啊 謝謝雙眼的音符 謝謝楊潔的掌聲鼓勵 看看你喔 多多喜歡你 日人日人 我來查一下本日日式是吧 來我們來慢慢介紹 品寒Good morning 不是嗎那個廣播節目通常不是會有個名字嗎 什麼歡迎來到什麼台出來的 月底可以報下個月日式 可以阿 我變唐麗琪了嗎 唐麗琪 運勢 其實我蠻喜歡看星座運勢的耶 因為我有時候會覺得蠻準的 謝謝元忠的搜集情報 小字都是大字 欸我發現每一天其實都可以來報個本日日式耶 只要是早上的話 這樣明天也可以來報 明天是中午開始 本日日式 大家其實會相信那個嗎 運勢這種東西嗎 你們有在相信這個嗎 九五熊 你好 好 歡迎來到品寒城間那個占卜 占卜台 謝謝 占卜台不是很好聽耶 早安Aquila 阿圓早安 早安真心戰 韓琪琪 韓琪琪的 大家來幫我的早上的廣播台想個名字 大家來取個名字 我選一個喜歡的 就當作我以後 早上的那個廣播台的名字 大家趕快留言 幫我取個那個名字 早上廣播台的名字 要有趣一點的 有趣又好聽的 謝謝Aquila的早安抱抱 哈囉 女膝蓋幫幫管 Kat 你好 好 沒有 對喔 這週的勾單 因為這週只有開兩天嘛 然後 所以我這週的勾單 就等到下一個禮拜再講好嗎 因為 感覺時間有點短 如果 明天要講的話有點更 大家應該也還沒投稿了吧 那我這週的勾單 就到下一次 下個禮拜講吧 這樣大家比較有多一點時間投稿 謝謝 草莓醬的 love you 早安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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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有點可愛 韓吉 韓吉有點可愛 謝謝小白送我新之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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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以後要有很多單人 那大家可以再 算了 我下一次再請大家幫我取另一個 我有想到一個單人的名字好 我有想到一個 就是之前不是說要講外 外太空的嗎 就是一些小知識啊 等等 感覺之後有機會要考慮嗎 有點難吃 今天意外的 對 太空主題 太空主題大家也可以幫我想一個 那今天先 初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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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B Hello小椅妳好 甩甩妳好 早安 我目前最重義的是 韓吉早報 我覺得韓吉蠻可愛的 大家可以再幫我想一下 我要在今天直播結束前 決定一個 那個 單元名字 今天先決定那個好了 先決定早安 早上廣播台 好 禮拜日的平函 超可愛 謝謝花花 待會跟大家聊聊那個活動 早安線上聊天室 運勢差到一半 謝謝原裝送我挖油 可是我其實不會遊挖油 挖油 我只會自聊室 謝謝來到屁幕的玫瑰 前天有看到小白 當然有啊 怎麼可能沒有 在那個右 我的左前方嘛 這麼明顯 我怎麼可能看不到 謝謝孩孩的真情告白 我還想說那個皮卡丘怎麼進的來 因為通常都會被擋在外面 你怎麼進來的 皮卡丘不用下火 自由數 挖室比較簡單 地下偶像常出怪 原來 想說怎麼進來 很厲害 來吧 大家查查日式 在裡面穿 謝謝小白 送我掌聲鼓勵 他還被其他團的窩塔抓住一起 之前不是 上個禮拜還是上上禮拜 那個 在橫濱不是有那個皮卡丘 很多皮卡丘一起跳舞嗎 超級可愛的那個 我很想親眼看看 九五熊你好 好不好 拜拜 九五熊 雷春迪歐你好 變傳新鮮禮拜你好 皮卡丘跟伊布 伊布也蠻可愛的 我也蠻喜歡伊布 超級多的 大家還有要留言幫我那個嗎 還是你們已經留言完了 我的廣播台名稱 謝謝Chemmy的藍色印文棒 被傳情到 法夫 法夫伊伊利亞的粉抓去 和 吉日記 對啊還有人要留言嗎 還在看那個留言 還沒遮住 謝謝變成新鮮檸檬 什麼 搜集情報 看我似的一部版本 還在想更好了 謝謝小白獸的靠小米唷 還有玫瑰 謝謝啊 大家可以 可以幫我去嗎 單元名字 阿波你好 謝謝你分享我直播節 我來了 你贏了 你運氣好 韓吉很好聽啊 韓吉好像蠻可愛的 大家可以繼續想 那直播 結束前再決定好了 大家可以陸續留言 大家可以陸續留言 然後我 結束前再決定 好嗎 那我先來跟大家查韓式好了 我來幫大家查今天的韓式 就是 早安台的那個 好 品味天氣日報 星座韓式是吧 其實LINE有時候上面會有 我有時候會看LINE上面的 幫大家看看 我隨便查一個 這裡有人是牡羊座的嗎 有人是牡羊座的嗎 哈囉 有牡羊座的朋友們嗎 我要學那個 播報那個運勢了 牡羊座的朋友你們好 今天你們的運勢 有牡羊座的運勢是 4顆星 是蠻好的耶 蠻蠻高的 整體運勢4顆星 然後 今天有機會遇見他 還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 小心 因激動破壞自己對他心中的形象喔 之後會不會我講完沒有牡羊座的朋友 沒關係你們可以告訴你們牡羊座的朋友 然後 可以去KTV唱歌 怎麼辦 我今天很想當牡羊座耶 可以去KTV唱歌 把你的肉 請用歌聲K出來 會有提升運勢的功效 業績有所凸顯 有升職加星的好運降臨喔 升職加星耶 我今天有點想當牡羊座 可以升職加星耶 想知道今天哪個星座最帥 今天牡羊座的運勢很好耶 然後他的愛情運是三顆星 戀愛運頻頻 少說兩句挑剔哪一遍的話 才不會引發口角 欸我跟你們說我上次 我跟你們分享一個 上次看星座運勢有趣的事 因為我記得我上次有一次是 有工作 然後就是 通告嘛 要講話那種通告 結果 我看我那一天的摩羊運勢 欸好像是記者會還是哪一天吧 喔對好像是記者會那一天 然後就看了那個LINE上的 今日運勢摩羯座 他就說 今天多說多錯 就是會有什麼 說話的那個口罩之類的 多說多錯 然後我那天就不知道 我到底要不要講話 超級可怕的 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講話這樣 他說我多說多錯 所以那句話是比較少嗎 多說多錯 但我那天用唱的啊 我也有唱那個 那個 泰防盧努神的歌 我用唱的 我沒有用說的 影響這麼大 好啦 這種東西大家就是 相信的人就相信 不相信的人就參考就好 然後今天摩羊座的 我會不會看錯天啊 結果不是今日日式 他還有今日即時欸 好厲害喔 他要跟大家報他的信息 然後 今天牡羊座的事業運勢是 4顆星 欸今天牡羊座運氣蠻好的 今天事業運4顆星 以往的努力 渴望在今天顯出成效 然後事業地位得到提升 還不錯還不錯 財運的話是3顆星 然後眼光不錯的一天 出門消費容易買到物美價廉的好貨 財物評估特別精準 這些牡羊座還不錯 整體算不錯 然後他的幸運數字是0 怎麼會有幸運數字是0啊 幸運顏色是瑪瑙黑 什麼是瑪瑙黑啊 就是黑吧 黑還有分什麼黑啊 瑪瑙黑 他好詳細喔 老張頻道你好 謝謝阿婆送我收集情報 然後他的開運方位 超級細的啊 開運方位是震東 請問 呃 大家牡羊座的朋友可以拿出那個指南針 看震東是在哪裡 我在想我們家震東應該是在這邊吧 其實我不知道我憑感覺 我覺得震東應該是這裡 東西南北吧 方位超級難的啊 誰知道震東在哪裡啊 然後他的 今日即時是 晚上7點到9點 只有我會不會AMPM看錯 PM是晚上齁 欸PM是晚上對吧 是下午 是下午 可震東 PM是晚上下午對吧 PM對 我不好看錯就報錯 大家在想說今日即時 結果有出錯 跟他報錯 對PM是晚上 7點到9點 晚上7點到9點 然後他的幸運星座是天蠍座喔 牡羊座的朋友今天可以找天蠍座的人一起 天蠍座 天蠍座 看下一個星座 我要從哪個星座開 我怕我漏獎欸 水瓶好了 快走啊 水瓶座的朋友有嗎 在聊水瓶座的朋友嗎 小白是水瓶座嗎 小白水瓶座 那你就是 水瓶座是1月20到2月18 你在這中間生日 水瓶座的朋友嗎 看一下喔 今天水瓶座的朋友 整體運勢是 4顆星 有些人很好的呀 整體運勢4顆星 然後 今天與志同道合的朋友 等一下喔 他跳躲 品味重點讚 等我一下下 今天火羊座是陰星座是天蠍 難怪一大早我弟跟我借著 水瓶你 你弟是牡羊座是嗎 然後你是天蠍是不是 4顆星 4顆星 然後水瓶座 水瓶座舉手 今天是4顆星運勢 今天與志同大和的朋友 在一起溝通會有心心相惜的感覺 5顆星 內心愉悅 還蠻棒耶 內心愉悅 工作上與同事之間的配合默契 喝彩聲連連 很棒耶 今天工作不錯 可以跟同事配合得很好 愛情方面有機會受到新營對象邀約 相互共撞出激情的機率高 蠻不錯的 愛情運勢 愛情運很順 快對愛目的對象 放出強力電波吧 戀愛中 人努力對另一半撒嬌 會得到更多疼愛喔 戀愛運也不錯耶 試驗運4四 4顆星 欸 水瓶座都蠻好的耶 試驗4顆星 試驗運頗優 是有許有終 行動力旺盛的一天 我放出電波 小白趕快對你的那個 戀人放出電波 對你的愛目對象 該不會就是我吧 謝謝小白送了真情告白 謝謝你 行動力旺盛的一天 有良好的工作態度 必能帶動良好的績效 很棒耶 然後 財運運是三顆星 物質欲旺盛的一天 物質欲旺盛的一天 容易花錢在吃喝玩樂上面 把該繳的帳單繳一繳吧 小白是不是還沒繳帳單 他叫你趕快繳帳單喔 都四顆滿分 沒有滿分是五顆星 對滿分五顆星 吹帳單 有沒有水瓶座是不是還沒繳帳單 趕快繳 好貼自己人心 我覺得一日運是蠻好玩的 這單元 我的手機張得還沒繳 趕快繳一繳 我是喜歡繳青類型呢 水瓶座今天的幸運數字是3 今天的幸運數字是3 然後幸運顏色是檸檬綠 良品寒及純寶寶 獅子座表示昨天叫了 先是腳前 啊這是水瓶座嗎 檸檬綠幸運顏色 大家那個水瓶座的朋友 今天可以穿檸檬色出門 然後開運方位是鎮男方 鎮男 鎮男 不知道是哪一點 大家可能要拿指南增量一下 謝謝ULTRAM 可以追蹤主播喔 你好是AKB4TI 替你TV的品牌 這是我的Instagram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謝謝你 鎮男不是小心 鎮男 今天她的即時是下午1點到2點 然後今日她的即時是下午1點到2點 先生小白送我太空生物 不是太空生物 這叫什麼啊 她看起來很厲害 什麼愛的遠航 先生小白送我愛的遠航 謝謝你 有一隻鴨子很可愛 而且小白我告訴你 你知道你今天的幸運星座是誰嗎 你知道水瓶座今天幸運星座是誰嗎 你看 是摩羯座 就是我本人 沒錯 你今天的幸運星座是我本人 我們今天可以配合得很好 水瓶座 對 就是摩羯 我沒有騙人 給你們看 是摩羯座 看到嗎 今天水瓶的幸運星座是摩羯座 水瓶座的朋友 哈囉 今天可以跟我配合得很好 快追蹤的初次見面 你好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由夏日戀情好女二重生 好囉 那水瓶座就是這樣 它還有今日短頻耶 我剛剛就沒看到 原來還有今日短頻 水瓶座的今日短頻是 多進行心靈交流可讓內心充實 今天又找到水瓶了 那剛剛是誰啊 牡羊座我沒有講到今日短頻 我補講一下 牡羊座的今日短頻是 維護好既有客戶關係很重要 這是牡羊座 牡羊座的今日短頻 維護好既有的客戶關係很重要 我覺得我講星座講得好激重喔 讓我喘一下 水瓶座 那在下一個吧 下一個來雙魚座好了 這裡有雙魚座的朋友們嗎 請還喝個水 小小阿姨你好 品還很信心做 其實我蠻相信的耶 我蠻相信 謝謝小白的真情告白 我夠了嗎 相信的 怎麼講的比這半錢 謝謝阿哈送我Kiss 下一個是雙魚座 有沒有雙魚座的朋友 有我姐姐 我姐姐是雙魚座 這裡有雙魚座的朋友們嗎 修哲早安 哈囉修哲早安 帳單腳好阿智 阿智腳好是不是 對了謝謝阿智 有那個做我的抱枕對不對 我現送的時候 那個三創活動的起來 我有看到你的抱枕喔 謝謝你 我姐也是雙魚 這裡有雙魚座的朋友們嗎 不是雙魚 品味充電站 含蓋你的心 感覺這個可以當成那個標語 諸愁善感 今天我信喔 我就是雙魚的 來雙魚的今日運勢吧 雙魚座的今天運勢是 整體運勢三顆星 之後還有星座邊 那我就期待一下囉 謝謝 今天雙魚座的整體運勢是 三顆星 然後 你和同事的誤會 渴望得以賓士 和同事的誤會 可以得到 可以解開這樣 然後 重歸於好 讓你輕鬆快樂 可以更加專心的工作喔 約好友一起吃吃小吃 或享受抑鬱美食 有意增進彼此的情誼 謝謝阿華的精靈的翅膀 然後 愛情雖然口望重新開始 卻難以恢復原狀 還是隨緣吧 隨緣隨緣啦 雙魚座隨緣 雙魚座的朋友們 沒關係啊 我們就隨緣就好 隨緣隨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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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嚴重頻繁怎麼樣拿比較好 平衡要吃小吃嗎 可以阿 可以跟你們吃小吃 然後 他的愛情運勢是 四顆星 愛情 請請早安 復委狗早安 愛情運 四顆 愛情運不錯 單身者在下班途中 或是休閒場所容易有一段美麗的邂逅 感情進展不錯 但是隨緣這樣子 早上好 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現在在進行的是 平寒的早晨 廣多家人 現在在幫大家報今日日誓 雙魚座 雙魚座今天事業運是兩顆星 謝謝副委告送我們搖擺零 兩顆星 事業運不太穩定 尤其是偏向情緒上的起伏 容易產生不滿的情緒 雙魚座今天不要生氣 要心平氣和一點 雙魚座今天不可以投機喔 韓雞早爆中 雙魚今天 雙魚今天有點不太好 然後 財運是三顆星 財運三顆星 投機心態是造成金錢流失的元凶 不可以投機 注意投機不著十八米 好 雙魚座今天不可以投機喔 然後 今天雙魚座的幸運數字是八 不太想當雙魚 今天是水平 幸運數字是八 然後 幸運顏色是葡萄籽 那偷牙 雙魚不能偷機 偷牙可以 好的阿智上班加油 幸運顏色是葡萄籽 然後 他的開運方位跟牡羊座一樣是正東方 我想大概是這邊吧 正東方 應該是這邊 然後 今日即時是早上八點到九點 哇 已經過了 來不吉了 來不吉了 他的 那個 今日 今日即時已經過了 八點九點 來不吉了 哇 哇 哇 我太晚跟你們播報了 不好意思 已經過了 他的即時已經在睡覺龍度過吧 哇哇哇哇 哇 hin 來不吉 啊 往平和方向的都是幸運防威 然後他今天的幸運星座 雙魚座的朋友們今天可以盡量找獅子座的人 今天的幸運星座是獅子座 獅子座 雙魚今天有點可憐 今日雙魚短平 融洽的關係為工作營造良好的氛圍 所以要跟同事好好相處 融洽一點 雙魚座 買獅子 希望明天可以不要這麼可憐 明天我可以再幫大家報認識 明天也是中午開播 多帶同事吃小吃 我覺得星座單元蠻好玩的 謝謝大家給我推薦 下一個金牛座好了 有 雙魚始終調一下看能不能好一點 成淵有雙魚的嗎 雙魚有吧 下一個金牛 我只要一個一個順序好了 月份這樣過去 金牛座 金牛座 金牛座今天的運勢 金牛座有點可憐 金牛座的人嗎 對 施雅 施雅金牛座 金牛座今天的整體運勢是兩顆星 有點不太OK 成本哪個星座最多 其實我沒有認真算 還有我 看我有歌金牛座嗎 金牛座的 還有嗎 今天整體運勢是兩顆星 今天會有小驚喜喔 你們今天會有小驚喜喔 最好是不動聲色 等待反而會令你嘗到更甜蜜的幸福感覺 然後偏財運不齊 男友錢財進帳 不如轉攻為首 這樣財運才有突破 謝謝水球的楓葉 然後不懂活躍氣氛不要緊 不過當同事們聊天的時候 還是要適當給予回應才好 愛情運的話三顆星 對愛情顯得照顧不周 心思更多放在事業上 對錢財的規劃更有興趣 謝謝阿華送我們游泳圈 然後事業運的話三顆星 情緒不錯 對人對事都特別寬容 不過工作容易鬆懈 應有所拿捏才好 一直都冷冷的不理 金牛座的朋友今天不能鬆懈喔 要好好工作 財運的話兩顆星 在投資上投機不宜太重 小心被套牢喔 今天金牛座不適合投資 今天金牛座不適合投資 這樣總結起來的話 施雅今天不可以投資 然後金... 今天 金牛座的幸運數字是1 然後他的幸運顏色補銅青 幸運方位是東北方 東北方大概在這邊 這個方向 東北方 然後金日即時是早上9點到10點 哇!也已經過了 施雅大概還在睡覺吧 他的金日即時已經被他睡掉了 哇! 今天施雅的金日即時已經被他睡掉了 哇! 然後 今天他的幸運星座 是 是摩羯座 施雅 施雅今天要找我 今天施雅的新星座是我欸 是摩羯座 幾秒座的朋友 今天 要多多找我 我今天要跟施雅講 他今天應該會一直黏著我 他應該會一直黏著我吧 施雅 今天他的新星座是 摩羯座 是我本人 沒錯 右上角橘色警告來了 我看到了 沒有 沒有 沒有要三層人 開玩笑 開玩笑 早安 大家早安 看下一個 欸!沒有 金牛座的 今日短評 今天我們摩羯座 胡蘭純 今日短評 期待值不宜過高 金牛座的朋友 今天期待值不宜過高 收穫進今天的日文單人 品牌可能要在鐵路了 下一層 雙子座 這裡有雙子座的朋友嗎 陳董貼身秘書 找高堂冒險者博弈 這裡有雙子座的朋友們嗎 原裝雙子座嗎 袋袋也是是不是 來了 雙子座來了 雙子座今天整體運勢不錯 今天整體運勢是4顆星 還不錯 雙魚的過了 雙子座 今天雙子座 整體運勢是4顆星 還不錯 單身者今天會有不錯的異性緣 哇 且在宴會或是聚會上載到更名 那個音樂會太大聲嗎 你會聽不到我講話嗎 還是還好 稍微少聲一點點 好 對滿星是5顆星 嗯 宴會或是聚會上得到更明晰的鹹肉 異性人是平安 然後 搖擺不定會使你失去更多的投資契機 其實今天是個不錯的投資時機喔 耐住性子你的進步會比他人來的更明顯 愛情運勢 雙子座今天愛情運超級好 今天愛情運勢5顆星 趕快趕快跟情人告白 趕快跟你愛慕的對象告白 雙子座的朋友 快點 今天你的愛情運勢5顆星 趕快告白說不定你就會成功 成功追到他 愛情運5顆星 戀愛 戀情浪漫熱烈 感覺相互都離不開對方 即使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出一些犧牲也樂意 很棒耶 趕快雙子座今天有機會成功 富丁王愛你 快跟平安告白 試驗運4 3顆星 試驗運普通 選得忙碌 事情接二連三的來 應付起來有些吃力 應付起來有些吃力 選得忙碌喔 今天會有點忙碌 傷子座的朋友 謝謝阿華送我良草運輸 謝謝阿華 財運的話是3顆星 3顆星 2顆星 容易把錢花在朋友身上 但感覺很值得 雙子座的朋友 然後今天雙子座的幸運數字是3 3 雙子座的幸運數字是3 幸運顏色的話是象牙白 象牙白 花在你的活動值得 然後他的開運方位是正南方 正南方 要去這個雙子座的示範 3顆星 今日即時是9點到11點 還沒過 就是現在各位 雙子座的朋友 今天的即時就是現在 趕快 去買樂透之類的 星座的顏色是不是都很炫泡名詞 沒錯阿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顏色的感覺 國盡之男的肯兵 然後今天雙子的幸運星座是 金牛座 雙子座的朋友 可以去找金牛座的人 我們 上次平安的名牌讓你衝 但是假的金牛 我上次幫你報的名牌 你中了1000喔 真的還假的 很開心耶 真的還假的 有 平安的星座是摩羯座 平安是摩羯 那雙子座今天的經歷短評 不妨把快隊當作結識朋友的好機會唷 這是雙子座的朋友們 這是雙子座的朋友們 整體還不錯啦 下一個巨蟹座 有巨蟹座的朋友們嗎 巨蟹座 雙子座 雙子告白夠 這裡有巨蟹嗎 換影戰士 換影戰士是巨蟹 語情也是巨蟹 好 好 9月號帶TTP 雙子告白 阿花白 巨蟹座 今天的整體運勢是三顆星 巨蟹整體運勢是三顆星 然後 學習者缺 勤奮的毅力 也沒有什麼刺激你向前的動力 不妨先好好玩樂一番 有不錯的求財機會 卻也會因 猶豫不決而錯失良機的可能 然後 給情人一個小小的驚喜 精緻禮物烘托下的愛情會很甜蜜唷 吃蟹座 然後 愛情日是三顆星 感情 感情胸口雖然平淡但夠忙各的動作 夠忙各的工作然後也少了許多摩擦與紛爭對兩人的感情有力 試驗運勢三顆星 試驗運勢三顆星 運勢平順內心較為平靜 適當安排休閒娛樂多與人接觸口提升運勢 感覺巨蟹今天要多安排一些休閒的活動 他叫你今天要好好休息 因為沒有什麼動力 所以就不如好好玩樂一番 財運的話三顆星 謝謝阿華的收集情報 財運三顆星 看到美美的東西 亦有產生衝動性 小心買一堆不使用又佔空間的東西回家唷 好喔 巨蟹今天幸運數字是 喔 今天要好好保守 幸運顏色是玉髓紅 好難的名字喔 玉髓紅 反正就是紅色 誰知道玉髓紅是什麼顏色 好難的名字喔 金愛妮 開運方位 東北方 就是這請大家說錯了 今日即時是下午5點到6點 玉髓紅 沒錯 就是這個玉髓紅 即時5點到6點 然後他今天的幸運星座是瘦手座 趕快是小瘦手座的人吧 巨蟹 玉髓紅 像橡皮糖 喔 就是那種紅是不是 很高級的感覺 今日短屏 有智 有智者 是進城 巨蟹座 怎麼樣 今晚覺得怎麼樣 巨蟹座 還行嗎 哈哈 走麻油 可能是橡皮糖 下一位 下一位是誰 獅子座 獅子座的朋友們 有嗎 謝謝小白送我掌聲鼓勵 還沒知道好不好 獅子座的朋友們 咪娜跟小琴 咪娜很不像獅子座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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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娜也是獅子座欸 獅子座蠻多人的 在這邊 小琴很浮誇 獅子座的朋友們 今天認識是 今天叫感性 今天比較感性喔 總是會緬懷過去 然後念急 舊日戀人 會覺得感傷 投資上的眼光不錯 發現新的切入點 不過還是要先做系統分析 工作上容易出現溝通方面的錯誤 的誤會 跟客戶談話最好能解釋清楚一點 不然可能會讓對方誤解唷 今天溝通上可能會有些問題 所以可能要解釋清楚 有獅子座的朋友 他的整體運勢兩顆星 普通 等等才要公開物函 那你可能要解釋清楚一點喔 他叫你要解釋清楚 愛情運勢三顆星 單身者會注意身邊的每一個人 但行動力稍嫌不足 有喜歡的人 應該採取主動比較好 今天要主動一點 事業運兩顆星 金錢觀比較淡薄 容易受到同事的慫恿 花錢 在請客上面 獅子座今天要小心了 不要被慫恿請客了 雙邊都難得要主動嗎 主動跟品寒告白啊 獅子座今天不要請客喔 應該很容易被慫恿喔 小心一點 獅子座了 請吃飯 那大家趕快去找獅子座 請客請客 財運的話三顆星 需要主動爭取型的財路 獅子座 幸運數字呢 是5 今天幸運數字是5喔 然後 幸運顏色是 琥珀塵 橙色橙色 琥珀塵 比方說火箭縫了嗎 然後 開日方的正北方 正北方喔 隨便喜樂 你好 Mina請客 然後 她的今天其實是 下午12點到1點 還沒過還沒過 等一下就是等一下喔 12點到1點 中午12點到1點 新日星座是 牡羊座 今天獅子座的 可以找牡羊座 下午不是 欸這個是 它是寫PM欸 12點到1點PM 這是晚上還是下午啊 反正是12點A 欸12點PM到1點PM 今天獅子座可以找牡羊座喔 金日短平 情緒比較低落 今天魚運動 獅子座的朋友 今天要運動 她說你今天移運動 獅子座的朋友 今天要運動 她說你今天移運動 牡羊剛剛有出來過了唷 第一個講的 剛剛有講了牡羊座 下一個 下一個 對 移運動 下一個是處女座 有處女座的朋友嗎 處女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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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女座很可憐 處女座 處女座 處女座很可憐 今天 謝謝阿華送我新之冠 謝謝阿華 楊潔也是嗎 處女座今天有點可憐欸 處女座今天的整體運勢 是一顆星 來 平寒爆一個 平寒爆一個 一顆星 對 這都有點可憐 平寒拍拍 平寒爆一個 一顆星 獲得一顆星的星座 可以獲得平寒爆爆一個 今天要是佛星了嗎 整體運勢一顆星 人際關係一出現摩擦 別人說話的時候 最好不要擦嘴 以免遭受到別人的惡語相向 感情方面有點 為情所困 為情所困 摸不清對方的心態 會讓你心情煩悶無比 投資運比較被動 沒有好的機會 有餘錢的話還是儲蓄比較好 儲蓄 愛情運是兩顆星 單身者戀愛運不強 已把重心放在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 已婚者則應多製造 生活情緒讓愛情保鮮 儲蓄 儲蓄 儲蓄表示QQ 沒關係儲蓄 儲蓄的平寒爆一個 然後 失業日一顆星 失業運不佳 特別容易衝動或是意氣用事 然後眼光看遠一點 不要疑神疑鬼 即便遇到杯葛還是 即便遇到杯葛是非 先忍下來再說 然後財運的話一顆星 財運變化多端了一天 金錢的損失多 來自於自己的迷糊缺乏計畫 拖延措施良機 謝謝阿華的精靈翅膀 今天處女座不太好 新日數字是0 謝謝佳陽分享的直播間 新日顏色夕陽塵 也是橙色 夕陽塵 然後 開日方位是東北方 謝謝菸士兵傳送的偷偷喜歡你 今日即時下午7點到9點 7點到9點下午的 新日星座是雙魚座 可以多找雙魚座的朋友們 新日星座 新日星座喔 雙魚座喔 今日短頻 情緒低落 雙手中的挫折 亦讓你受到打擊 沒關係 品還能爆一個 拍拍拍拍拍 雙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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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平座的人嗎 舉手 後面多想要一顆 面面 天平座 這邊有天平座的嗎 謝謝小白送你 給你一個雙爆 天平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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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錯唷 天平座 整體運勢 五顆星 這邊沒有天平座 是不是 沒關係 我還是講一下 本體運勢五顆星 積極參加朋友的智慧 會玩得很盡興 加上鮮亮的裝備 讓你在派對上大受歡迎 掰掰 路人 借著貴人的東風 今天在職場有風光的機會 今晚在折定這裡 謝謝人風的搖擺靈 前期的投資口望在今天搶到甜頭 何伊宇 之前幫助你的人分享 碩薄 愛情運 四顆星 愛情運很順 會對愛夢對上放出強力電波吧 戀愛中 努力對力慢撒嬌 會得到更多的疼愛唷 失業運 四顆星 失業運不錯 可以大膽的嘗試 不敢做的事情 主動點擊幾點 會有正面的進展 然後財運的話 五顆星 很好耶 財運順順 得財不費力 有閒錢的人 不妨在今日投資 容易有意外的收獲 唷 今天天品很棒耶 幸運數字五顆 喔是五號 幸運數字五號 幸運顏色櫻桃紅 是我喜歡的櫻桃紅耶 然後財運方貝正北方 然後即時的話是早上六點到八點 也是已經過了 幸運星座是處女座 天品座開始去找處女座的朋友 天品座 然後天品座的今日 短屏 值得慶賀的一天 天品座今天很棒耶 是值得慶座一天耶 好想當天品座喔 有財運那我天品 呵呵 下一個 走不著 謝謝小白的掌聲鼓勵 下一個是天蠍座喔 天蠍座的朋友 我爸爸,我爸爸是天蠍座 天蠍座的朋友們 我爸爸也是天蠍 爸爸難得上話題 今天天蠍座的整體運勢是三顆星 見多世廣者,今天有機會表現口才 來 扮演傳道者的角色 七分之勢 加上三分幽默 吸引眾人目光 單身者稍微留心 就會發現異性投來的強力電波 有感受到我的強力電波嗎 投資運一般 動態相宜的操作方式 才有希望得到更多的回報 傳道者要介紹平衡 介紹起來 凱家君老婆你好 你好你好 愛情運勢四顆星 向往溫暖浪漫的兩輪世界嗎 今天就是最好時機 與另一半安排一次甜美旅行吧 天蠍座的朋友 愛情運不錯耶 可以跟情人去旅行 謝謝Ben 送我金曲歌手選票 事業運兩顆星 事業運不佳 外力干擾特別多 加上今日抗壓性本來就偏弱 上司 失點壓力就讓你感受到渾身不自在 品牙去哪裡旅行 找我門去墾丁 財運的話 三顆星 財運不佳 有入不敷出的情況 借錢給朋友應有自己的底線 以免遭受損失喔 哈囉 大家好 大家早安 從早安開到午安 大家早上好 然後天蠍座今天幸運數字是2 幸運顏色是夕陽塵 夕陽塵剛剛是不是出現過啊 跟處女一樣 馬 幸運色的象塵 開運方向正東方 今日即時是下午10點到11點 然後幸運星座是雙子座 天謝今天幸運星座的雙子座 增加季 謝謝熊王魯夫追蹤主播 謝謝流星日追蹤主播 你好是AKB4K 聽聽我的評喚 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好可愛唷 大家好我是AKB4KAT 近近P的平常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唷 謝謝你們 然後 天蠍座今日短屏 人氣象山社交活動是開心的時刻 可是今天的天蠍座面是 快講完了 下一個 下一個是射手座 有沒有射手座的朋友 這裡有射手座的朋友們嗎? 射手座的朋友 今天整體運勢兩顆星 厭世冰城是射手 整體運勢兩顆星 對方的心思不必費心去猜 不妨找他寥寥與戀人間的隔閡 只是一場誤會 幸運之路頗為平靜 投資理財難有突破 工作上的事情 工作時間談就好 將心態放平和一點 這樣才容易抓住更多的機日 其實我覺得 這個運勢是不是有什麼上升星座之類的 就是那什麼上升星座我都看不懂 愛情運一顆星 增值超級多 保持距離 測安全 容易感受到對方的蠻橫無理 上升星座三死碎後 失業運三顆星 別因一昧求和諧而放棄個人權益 該爭取的時候就要堅持表現出你的競爭力 財運兩顆星 破財大多是因為貪小便宜 或迷糊健忘引起的 沒聽到看來今天的運氣 謝謝阿華送我早安報告 收集情報 好 好 好 然後 社長座今天是運數字是6 是運數字是6 新人顏色是咖啡棕 有蟲嗎了 謝謝圓鐘送我水晶球 謝謝圓鐘 謝謝圓鐘的水晶球 然後咖啡方位是西北方 西北方 今日即時是下午三點到五點 下午三點到五點 幸運星座是巨蝎座 然後今天的短評工作顯得清空許多 射手座的朋友今天工作顯得清空許多 天線等級是那個社交 大家早上好 最後一個是我本人的摩羯座 天線夫我都送我搖擺鈴 金曲 什麼位你好 本人是 最後一個是摩羯座 有沒有跟我一樣是摩羯座的 有人跟我一樣摩羯座嗎 怎麼樣呢也是摩羯座 最後一個來到摩羯座今日運勢 摩羯座今天整體運勢三顆星 有意想不到的人打電話給我 誰誰打電話給我 讓你心花怒放 誰要打電話給我 財運平平可哈錢的地方可不少 吹牛座的你少不了一頓大餐的開銷 我今天會吃一頓大餐是不是 那我期待一下我今天會吃到什麼大餐 今天表達公通能力很強 可以做些新客戶的拜訪工作 然後愛情運三顆星 離婚者感情生活平安 安排短旅程可讓愛情生婚 單身者亦在職場中結識新的異性朋友 我們職場中都是女性耶 沒有異性 再來 事業運四顆星 蠻好的 今天事業運蠻好的 蠻開心 工作積極性頗高 主動解決難題 令上司頗為欣賞 很棒耶 有機會揭曉自己感興趣的新工作 事業運不錯耶 我很開心 今天事業運不錯 我很開心 財運兩顆星 用錢上忌諱的就是主觀成見 好 然後今天的新運數字是8 新運顏色是竹葉青 那我今天要穿綠色出門嗎 竹葉青 開運方位 西北方 金日吉時 早上5點到6點 哇 我今天金日吉時也被我睡掉了 早上5點到6點 我還在睡耶 我的金日吉時被我睡掉了 可惡 我的金日吉時破龍 我今天幸運星座是射手座耶 射手座 我要找射手座的配喔 金日短屏 愛心改變日式 愛心改變日式 味道 愛心改變日式 這樣大概就是今天的星座啦 大家還喜歡這單元嗎 謝謝小白送我真情告白 謝謝小白 還不錯吧 我蠻喜歡這單元的,謝謝大家 那我來決定一下這個 這個單元的名字好了 找上成間廣播這個單元的名字 剛剛目前是韓吉爆爆 剛剛粉絲留言 大家還喜歡什麼樣的名字嗎? 大家還有想到什麼 單元名字嗎? 早上好大家 星座日報 支持韓吉爆爆嗎? 韓吉爆爆也跳 韓吉早爆 韓吉早爆是不是好 韓吉早爆 早爆也可以,早爆好了早爆 早上的感覺 現在在廣播台,剛講完星座日式 韓吉早爆 可以嗎?大家覺得怎麼樣 還蠻可愛的吧 韓吉早爆 還蠻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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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蠻喜歡的 韓吉早爆 那以後 家人名稱就是決定喔 是韓吉早爆 恭喜 恭喜這個名字 正式入選 謝謝膝蓋幫慧香的掌聲鼓勵 謝謝阿朗華送我掌聲鼓勵 韓雞蠻可愛的 有點地瓜地瓜的感覺 謝謝楊姐是我們愛心 韓吉風 韓吉倒報 你小心溫的直播頻道喔 謝謝妮薩皮卡 追追我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可以follow我的 來吧 看得到嗎 謝謝阿華送我 兵 兵 兵啥 謝謝阿朗的基平線幫 謝謝阿華的兵 兵 哈囉大家早上好 哈囉大家早上好 哈囉大家好 兵啤是摩羯座喔 喔是摩羯座喔 這把兵 我沒有有地方 兵啤什麼的不知道 那都兵 謝謝張忠帳上我 热力追蹤 謝謝你 等你 等你 再給滿滿的能量 6%近7%等你喔 謝謝惠香送我收集情報 謝謝惠香 要不要跳槽 一走天秤運勢不錯 對他天秤今天是最好的吧 謝謝楊潔送了 戳戳你喔 謝謝楊潔 謝謝夜市兵傳送我勞力追蹤 謝謝你 我蠻喜歡這個單元耶 以後多來做這個好 早上的話 明天也可以來播 日式日式 感覺TP魔傑換真的嗎 跟我一樣魔傑做了很多是不是 魔傑很多美女 謝謝啊 謝謝我是魔傑了 魔傑真是很多美女喔 魔傑真是很多美女喔 謝謝楊潔送我能量化 魔傑真是魔傑 是要我唱歌的意思嗎 這個吃地瓜可以 我喜歡有愛你 我愛你 對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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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TT的初心狗揮張 剛剛說了我的手機 又裂開了 很難過 謝謝夜市兵傳的新知怪 我手機就是有貼了一個玻璃鋼化膜 然後我記得我明明沒有燒它 可是會有一天拿起來它就裂了 然後它現在很像一直蜘蛛在那 我有點看不下去 它有點像蜘蛛在那邊 有點醜 有點暗眼 這個螢幕每次貼 剛貼那個螢幕保護貼不久就會裂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能有那個螢幕保護貼的魔咒吧 就是每次貼都 剛貼的都有就會裂開 所以已經換第四章了吧 謝謝圓鐘送我 謝謝圓鐘 送我舞台公演 謝謝圓鐘 很多興奮喜歡你 真的嗎 謝謝 謝謝新的粉絲們喜歡我 要繼續喜歡品函喔 可能我那個螢幕貼現在 因為它就是裂的很像一隻蜘蛛在那 我覺得好愛耶 所以玻璃鋼化膜比較好 還是那種一般的膜比較好 謝謝彈丁專中主模 因為玻璃鋼化膜是不是太硬 所以只要一輕輕敲到壓到它 就會整個裂汰啊 是不是要買那種比較 軟一點的一般的膜就好 大家都是TS喔 我都用一般 第一次來我心犯 優惡名不如是空白 你騙人 我不知道看過你幾百次了 你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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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加入真心證 歡迎 霧面比較保險 請欣賞人 同化 鋼化 很不錯 鋼化玻璃處控比較不會裂管 玻璃的可能有十幾mag才需要 沒成績 我都是貼什麼玻璃鋼化膜 可是他每次貼了多少就裂開 我都是去外面買然後回來自己貼 比較便宜 自己貼差點便宜的 我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摔倒的 下次別貼那麼好說不定就不會摔了 我也是這麼想欸 我今天好像會來不及聊三床 那我明天早上再跟你們聊好了 好嗎 明天早上再跟你們聊三床 明天是中午開播 明天是中午12點 先跟大家講一下下次 用一般的比較不會浪費 好明天早上是中午12點 直播唷 8月21 講清楚講開始 8月21 星期三 中午12點 明天看不到直播沒關係 那我先來念念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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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名 雷雜皮母 第9名 腿懷 第8 富偉哥 第7第6 第6 阿哈 第5 藝術兵權 第4 楊潔 第3 裝中摺 第二 圓中 第1 小白 圓中小白 裝中摺 開始指定動作 謝謝楊潔送我告白氣球 中餐我還沒想好耶 圓中小白 裝中摺 然後我再抽一位 然後我再抽一位 你們可以先想動作囉 4到8 就等好了 8 8是富偉哥 恭喜富偉哥 那就是小白圓中 裝中摺 跟富偉哥 可以指定一下動作唷 三段有跟徐拉承兒聊天嗎 有啊 少少聊了一下 謝謝彩虹 很像是我心之怪 你們想指定什麼動作喔 小白圓中 裝中摺 跟富偉 我現在地下好像常用表情 調正常方的第一卡 品牌上面有動作唷 太空相互平衡 超神尾 上面有動作唷 我看一下 哪裏有動作唷 我沒有看到唷 裝中摺 裝中摺想指定什麼 品牌花感恩小白喔 是小白指定了嗎 因為我這邊沒看到 因為我這邊沒看到 是作品牌花感恩小白是嗎 是嗎 是嗎 不是 是小白太太久了一次嗎 我沒有看到 一個品牌喔 又是小白 小白剛剛說什麼啊 喔 吊粉絲 那個嗎 太空空 吊粉絲那個是不是 好 所以吊粉絲跟品牌花 對不對 我把他兩個合在一起 好那小白先 吊正前方粉絲呢 嗯 嗯 我要講什麼台詞好 皆さんのことが大好きです 可以麻掉正前方的粉絲 那我應該要在台上的感覺 我要俯看 這樣 謝謝小白算我真情告白 最喜歡大家囉 皆さんのことが大好きです 哈囉 好想咪 可以嗎 蹦蹦你好 謝謝金柚的真情告白 謝謝張風則送我告白去求 好想咪 笑你麻愛心 是很愛心 可以嗎小白 nivelading 看嗎 邊唱邊練歌 可以 好的呢 還有中折的品寒花嘛 對吧 葉子葉子花 可以嗎 品寒花 可以嗎 東東走 謝謝阿倫的新之貨 可以嗎 可以 都花太可愛了 還有誰 東東還有誰啊 喔 元忠 元忠想指定什麼 還有副偉哥 元忠哈囉 你想指定什麼 生氣的表情好啊 是認真生氣嗎 你是好沒 等很久 生氣表情 有生氣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元忠 有喔 好酷 現在是元忠 果然摩羯不喜歡的 這是不耐吧 元忠一定是M 只想讓我耕燈酒 不行 氣氣氣 副偉不對嗎 下次給他吧 為什麼會會去氣平安的 謝謝換一段式 我肯定會氣爆 生氣表情都拿不來 看阿豆表情 好 江君輔你好 阿寶你好 對我今天還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忘記講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聽到的一首英文歌 我覺得蠻好聽到 舒舒服服的一首歌 舒舒服服 是一首英文歌 叫做 Will My Love Ghost Will My Love Ghost Will My Love Ghost 是Lawson的歌 好像是一個樂團 今天沒有笑話 我已經太久沒有查到笑話 我查到如果我突然發現什麼好笑的笑話 就會該怎麼講 因為覺得都是聽過笑話 不然就不太好笑 對 Lawson 就是那個Lawson 沒錯 是一個好像 國外的一個組合吧 叫Lawson 然後這首歌叫 Will My Will My Love Ghost Will 然後My Love Ghost Will My Love Ghost 北極星的這個是對 是Lawson的歌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我覺得蠻舒服的一首歌 他的旋律 嗯 太好了沒有笑話是什麼意思 不想要我講笑話是嗎 笑話不好笑是嗎 我很抱歉笑 我很抱歉我的笑話不好笑 我真的對你們非常抱歉 我的笑話太難笑 今天網路還好嗎 今天的狀態 很期待笑話 笑話 我的笑話好笑過嗎 蠻好笑的吧 隱形眼鏡很好笑啊 今天很帥 還是因為今天比較早 沒什麼人 其實我很意外 這麼早還這麼多人來看 謝謝你們 我們 等一下等一下可以吃午餐了 然後 上班要加油囉 因為隱形眼鏡大家都很捧場 所以我都講那種 突然染掉就好笑 大家午餐要吃飽飽喔 謝謝你們今天來 然後 下一次直播就是 8、6、11 明天的早上 12點 12點囉 大家 準備上海的東西 我希望回得來 對 快要去SR Festival 這個禮拜六嘛 期待 期待表演 我行李都還沒有整理 我都是前兩天才在弄 嗯 品寒笑話不好笑 整理生氣氣 好的 12點 大家明天12點要來唷 來聽品寒運勢 是嗎 大家拜拜 五安五安 祝你們午休睡得好 慢慢整理吧 加油 我都整理行李是件很麻煩的事情 我到時候可以再跟你們分享一集 哲立行李的心酸談 這樣 拜拜 大家辛苦囉 今天看有給你們陪你們到35分 現在31分 大家可以再看我4分鐘 謝謝馬毛送我新之館 大家可以在這4分鐘內 盡情的跟我告白 謝謝 剛剛有說什麼星座很適合告白的 趕快跟我告白 我就這樣靜靜的讓你們看個4分鐘 大家掰掰 謝謝我們今天來 愛你們 謝謝平安星座解析 沒關係 不客氣 不是沒關係 不客氣 那我之後早上的那個 廣播台的名稱就決定是韓吉早報了 大家覺得怎麼樣 大家覺得怎麼樣 平安大好きだよ 日本語ができる できますよ あい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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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ですか 日本語できますよ こんにちは 平安で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あいぜ 日本人ですか ヤンションバイバイ 韓吉早報 独占平安でウィン 韓吉早報棒棒棒 ハーフ あーハーフです どこのハーフ 日本とどこのハーフですか 台湾と日本のハーフですか ほら ほら台湾了 ほら多多結 沒關係 ハーフ 韓吉早報 シェシェアハァソンはケース ジョジョ シェアハァ シェアハァ 你看 ハーローイティ娛ロー シンウンニハオ ソーダヨー ヨー ソーダヨー こんにちは はじめまして インスタフォロー お願いします フィンハです フィンハのインスタグラブです フォローお願いします フォローお願いします アイトン 我也是 中下東路跟仁愛路混人 我是基隆混台北 謝謝 さようなら バイバイ 剩一分鐘了 再叫バイバイ アイトン明明會中文嘛 アイトン可以跟我講中文啊 台北混章話 韓吉早報我給你考慮 我會一些中文 然後我們可以中日文一起 愛你 大家拜拜 辛苦了 早點吃午餐睡午覺 下午才有精神 拜拜 我在台灣機場 大家拜拜 明天中午十二點看我直播唷 今天回東京 祝你飛行順利 アイトン 我也想飛東京 我也想飛東京 拜拜 大家午安 還有一分鐘一分鐘 Yeah 三十五分了 拜拜 好趕快吃午餐弄夢出門 拜拜 また下 じゃあね 好嗎 好看 好看